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法庭》 《芒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的《黑肯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无声仿佑星 声音有限的大马长马来近 大家好 默默耕耘在工作中的小白熊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来大家聊聊这帮风云人 都搞了很久 就是《艳天十二》 就是瞞着家人说要什么钓鱼的朋友 本来打算去全...不是不是全湾 本来打算去台湾 谁知道就去到艳田 去错了 转转间也都可以回到香港 继续接受本来的审讯 本来要面对的刑责 就是这么简单 兜这么大圈干什么呢? 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为他们做过事情的 什么周嘉诚 又是什么定役机 又是什么船 又是雷达 又是什么记录报告 又是警方的简写 又是联合行动 很厉害 海陆空三军出动 不如说一下好吗? 有没有航空母舰? 不如再夸张一点 什么都好 都叫拘王义 甚至乎 也都往后延伸到了 最近期香港言语施协会的两个主席和副主席 他们都因为这样搞了那些什么? 阳川十二勇士 称这十二个人是勇士 还说他们所做的行为是英雄化了他 而又都搞到自己一身矮 当然了 不只是那本 还有什么阳川守卫者等等 这十二个人引出来 都挺多社会的问题 好了 终于打响头炮 第一个 因为他不够18岁 即未成年 在中国的时候 盐田也没有向他提出一个正式起诉 不过 回到香港 就是另一个局面 现在这个黄林福被控在前年10月13日 在旺角警署外面BBQ 他较早前也认了罪 承认了有意图而企图中火 还有管有物品 意图摧毁或者选毁财产 两项罪名 较早前也承认了一项防御司法公正罪 两宗罪的总刑期 加起来应该是六年的 他因为认罪扣减了 加起来应该是四年 也都考虑到了 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 已经还压超过了一年了 还有被捕之后也都相当之合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传判披露 案中的细节 所以就判他入这个叫教导所 他也都在传判托出的时候 他的细节也都说过 他本来的台湾之旅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待会再讲一下 裁判官也都说了 那他的BBQ是属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有机会造成人的伤亡的 而他也都跟其他人 一起向这个警署 投资这个汽水油多胆子 说他完全是表示这个法律 以及罔顾后果 完全不负责任的 至于妨碍司法公正方面 法官指如果他们这班人 真是被他们成功着草 去到台湾的话 真是难以遣返了 明显就是有损司法公义 以及公众利益的 其实在最后 法官也说到了 考虑到他的年纪 还有还额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部分 也都是 尤其是他详细披露 所有犯罪的细节 其实等于两个字 促灰 现在他在教导所 这个人这么瘋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他这么瘋的东西 他之前上法庭认罪的时候 也有提到 就是他在警司警戒下 都说了他自己因为觉得很生气 很不喜欢政府 所以他才会扔这个汽水油多胆子 当时他只有15-16岁左右 都已经这么瘋了 这个是什么人 还说自己做的 就是要少了多少个手足 他就要 BBQ 几多个警察 哇 几多人害怕 那么小时候 有这么凶残的想法 其实都几多人害怕的 他就在WhatsApp 跟那些 跟他聊天 那些所谓的 俗称叫家长那些说 他说他很想做全职的火魔法师 我第一次听 要不要交强职金做这样的工作 当然有些人会 当然有些人会又罵 为什么黑暴判那么少 这个又要说 他量刑起点 刚才许刘先生说得清清楚了 是六年 他认了罪 才有得扣减的 还有他之前因为在中国内地 还有在区压所 已经是蹲了一段日子 七锤八扣之后 现在就 改去 就去了 教导所了 那么我就在担心一件事 其实这些人在教导所 出来 能不能够改变到呢 哇 那个意志 去到这么可怕 就是要做全职的火魔法师 专责者去 做坏事 哇 这么可怕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教导所 到时候它是怎么样 到时候呢 诚教署处长会考虑犯人的纪律 那个纪律 应该说 那个纪律来决定那个犯人 基留的时期有多长的 就是长短究竟是怎么样呢 最短是六个月 最长是三年不等的 里面也都会提供一些协助 当然不是在里面谐合下轻 那就OK了 有些职业培训 什么水疤 剪头发 化妆等等 都有得给他学下的 起码等他 不用 白无了蜡 学一门手艺 都好 是吧 还有 他到时候 获释之后 离开之后 可能要再接受 为期大概三年的监管 期间要遵守一些规限 例如可能晚上某个时间过后 就一定要留在家里了 如果他不服从的话 那会怎样呢 不是去坐船出去 就是再去回这个教导所 再来个巡返 再来个不死的巡返 就是六个月至到三年不等的 我想所以出来的话都不敢乱来的了 万一真的捉到的话 一个不好就捉到又要重新回去再来的了 那这个小小恶魔呢 究竟怎样练成的呢 他就 讲一些他的来历 他是越南出世 很小的时候就来到 香港 单亲家庭就长大的 因为辩方为求情的时候就讲 内心一直感到缺失 但是呢 说他 不过 对人都很友善 乐于助人 还说他在案发时候 一时迷失自己 对于前途 觉得很迷惘 和欠缺这个责任感底下 就犯案的 他之后已经非常之后悔的了 明白了 不应该用暴力行为表达他的诉求 哇 这些 完全一听到就觉得 喂 好行啊大佬 你完全不对啊 那为什么呢 如果 他真是 很后悔的话呢 他就不会做盐田十二的了 我之后才是后悔咯 那你都很后效啊 是不是 因为你在盐田那里 已经是另一种的 拘押的生活来的了 是不是 他乐于助人 是不是因为盐田十二里面 在船上同舟共济呢 很帮一下其他人 哎呀 拍拍背脊 让他不要吐啊 不是一时迷失那麽简单 你说什么一时迷失啊 还是怎麽怎麽怎麽呢 绝对不是啦 我觉得 从他刚才所说的 WhatsApp那些 又说要纳致做火魔法师啊 全职那一只啊 那个有仇必记那方面啊 就是对于警察啦 又是没有了多少个手组 就要没有了多少个警察啦 这些这麽喪心病狂的那些呢 不是一朝一夕呢 或者叫做一时的迷失那麽简单的 他想起自己的 将来的脑子呢 说要做全职的火魔法师啊 就是平时的脑子呢 是插住个汽水油多弹子 走街的那些啊 我相当惊人害怕啦 那对于呢 那个 他们嫌田十二 去台湾那段 安排究竟是怎样呢 终于有些少许的细节 叫曝光了 那但是啊 对于当时候那班人呢 有什麽定疫机雷达那些呢 那他们呢 一个字都没有提过的 又说什麽在哪里呢 已经遇到水警那些啊 那这班人呢 当事人啊 自己呢 咦 你们创作那些东西呢 有没有什么事情呢 还是不 如果是这样的话 esto哗 我们 ideas,当晚的 要在 看到天空呢 有这个定疫机 滑滑滑滑 好响啊 我们就脑 fianchi 要怕什么 早就立刻在海上 偏便撯去啦 还是怎样的 完全没有这些情节啊 是不是 就是 那些在岸上的人做的嘛 好像在海上面的人都看到 所以没有溝通过 就是 没有和这国历口供呀 整个剧情啊 那些對白、造手、語氣 全部都合不來的 例如放棄球 放棄球過去收不收到 對於那些人的中秋節的心意卡 那些什麼古靈精怪 那些 牛幫他搞街站 這些他完全不知道你們發生過什麼事 他都沒想過原來自己成為了什麼洋川十二勇士 大哥 你不要玩了 這幫人還在審的 你是不是想我加重一點 還說我勇士 你想死嗎 是不是 所以一批東西 你們搞到那些人就再借了 很多人說有劇本 其實很多時候 劇本是件事出來 才有人作過劇本出來的 就是更差過《飛子仔》的 好笑的人說劇本劇本 經常說有劇本 有劇本的 沒有的 很多時候 告訴你 有劇本的那個人 其實他是看到一些東西 才作劇本出來 告訴你 有劇本的 他穿著附會 穿著劇本附會 就是好像燒餅哥和推背筒那些是一樣的 就是與時俱進的 這些東西是 他看到 一早就預言了 但是其實那個預言是不斷地改的 套在哪裏都對 是啊 套在哪裏都對 而且他看到有些事情發生了 他就改了一些字眼 改了一些字眼 就會令到你可以看下去的時候 咦 真的預言了出來 真的有劇本的 但是其實呢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是沒有劇本的 它有一個大方向 有一個趨勢 有一個走勢 有些人會想一些方法去導向 但是你說有劇本 很坦白說 不是真的會有劇本的 很多東西都 很多是偶然 偶然 再偶然 接著之後有人 再穿著附會 告訴你 有個劇本 是這樣的 因為整件事已經擺在你眼前了 那你整件事都說出來 那你就說 哦 這個是一個劇本來的 哦 這個就是劇本 當時的周嘉誠都是這樣的 都說這個是有劇本有預謀 怎樣陰他們那12個 那為什麼很陰不陰陰你的12個呢 我們那時候都說了 根本沒有可能是專門陰他們的 喂 你猜是不是真的有一架水警船 在海中心叫他們掉頭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你快要離開香港水域了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呢 不會的 剛巧抓到他而已 那好了 案情也都再說回 著草的費用大概是15萬 有人落格落得很厲害 只能夠說 不過又奇怪 他說有家長 大家都知道那些皇友 經常說什麼家長車家長物那些 說他就幫他給這一筆數的 說就有這麼大的數 接著有人開了數又開大一點 法庭那裡都說了15萬的 沒有騙你的 是啊 那再說下去了 當時又說什麼自閉 不是自閉 又抑鬱啊 又說那個僑影魚做銷售啊 又說很慘啊 又說要吃抗抑鬱藥等等的人呢 原來呢 根據黃林福所說呢 這件事的共犯就包括了這件案 另外8個被告和這個僑影魚 還有稱之為網路所稱 叫做什麼 他們網名叫做表哥啦 廢中啦的男子 還有賓士姐 賓士紅那個賓士啊 賓士姐姐 還有欣典這兩個女士 原來他們呢 已經呢 一早啊 已經是親身呢 出過來呢 開會是怎樣談呢 這個著草的計劃的喔 例如怎樣經這個海路啦 例如怎樣到時再轉乘呢 這個貨船呢 由香港呢 就去到台灣啦 也都最終決定是由鄧啟然呢 去買涉案的快艇呢 去著草之用的 因為說 等著笑啊 覺得啊 城市機會最高呢 就是由他來安排這輛快艇 我怎知道呢 駕駕駛的又是他 喂 就是他糟糕的喔 你們計錯了 考船的又是他 是吧 是啊 當作是駕駛14座 為了成本可以低一點 現在要賺了那一筆船夫的錢 是啊 就是想著自己不用給錢可以灼草嘛 那就載到幾個人啦 但是不知道載到幾個人的船速就會下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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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都說啦 就說那個共犯之間有分工的 包括那些指揮協調啦 資助一些潛途的費用啦 還有開車去接他們啦 購買物資啦 哇 挺好 買了華梅呀 口垃圾啦 沒有那麼容易吐啊 但是很容易的 在船上吐 把頭伸出去的船外面就可以了 去埋下去就可以了 是吧 哈哈哈哈 那繼續再說回啦 餵小妹的鄉情啊 是啊 其實會引到一些魚過來的 有時候人吐是 哦 這樣啊 是啊 那再繼續說回啦 對於說他們去台灣那方面究竟是怎樣的呢 他說大約在2020年的3月時候呢 就在想著怎樣著草去台灣呢 透過在Instagram 就是他為什麼會遇上鹽田十二呢 還是為什麼會組織出來呢 就是透過Instagram搜尋叫做潛逃台灣的資訊 分別呢 找到一些別名啊 叫做台灣手足 這些什麼都好啦 介紹下呢 就令他呢 這些好像一個小艇來的喔 是吧 某些場所就叫做馬夫 哈哈哈哈 中介或者地產行業 借錢行業或者地產行業就是他的中介 是啊 什麼好踏馬那些是不是 那些叫做踏馬仔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他就不是找一個踏馬仔 那他就找了一個叫鞭仔喔 哦 一個叫鞭仔 鞭仔結啊 鞭仔那類啦 那類鞭瘦瘦的那些啦 還有一個呢 那個網名叫做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 經過鞭仔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之後呢 就再認識到喬影魚啦 咦咦 又說抑鬱又說成的 原來呢 喂 吃大茶飯來的喔 由於黃林福說 糟了我沒有錢的喔 沒有錢給著草費 這麼交叉貴的 可不可以知道呢 就說 那你不如試試招一下家長啦 那後來呢 鞭仔呢 還有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 還有喬影魚了 還有其他金主呢 就加起來了 這這麼好的呢 加起來了十五萬給他著草的 那跟著呢 鞭仔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復味喔 那個鞭仔講得很誇張的喔 又說呢 叫黃林福呢 就帶領一些法庭文件啦 例如保釋文件啦 我覺得這個騙人成份極高的 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叫他去到台灣之後呢 就會有台灣呢 就會有一些單位呢 會派人來接你走的啦 人家到時呢 你去到就知道啦 知道你是示威者來的啦 到時呢 會提供保護啦 提供庇護給你啦 跟著還說 啊 這麼正? 這麼順? 是呀 是呀 過到就行了啦 有些什麼拿齊套去 穿上一套漂亮的西裝 到時呢 就說 誰誰介紹你來 那就可以了 到時找誰接應我啊 那個人叫做火仔 火仔 火仔會接應你啦 是呀 沒錯啦 這個很搞笑 不如你說哪有台妹等你啊 不如說 這些是騙那些 就是有些份子的 就是說你做完這個襲擊之後 跟著天堂就有處女在等你的啦 沒有分別的 是啊 你這樣也想不是吧 就是這個台灣 就是台灣方面的這個部門呢 會派人來接一些漲草的人 這樣來提供保護和庇護 有沒有這麼明目張膽啊 這些神經病的 那跟著就再講那個細節啦 他說呢 當日這個晚上 一個都是他們共犯之一的司機 就接他們出發了 凌晨的時候 再回合了這個黃偉賢 和李子賢 去到早上 接近清晨的時候 去到一個布代奧 再和其他呢 共犯呢 再有在喬映魚的安排下呢 就將 不是就這樣給了一次 咦不是有service的嗎 就說我要他們幫忙 搬一桶桶的燃油 去搬上快艇 跟著呢 喬映魚還告訴黃林福聽 啊 我們呢 已經和台灣哪個哪個的官員聯絡好了 到時候有些什麼暗號 那些做手勢啊 什麼暗號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萬里長城又長那些 我覺得好假的 好假的 下一句 然後下一句是什麼呢 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雙 什麼 倫敦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然後下一句 你也對 差那麼遠 差那麼遠才行 嘩 差那麼遠 差那麼遠才是暗號來的 常人猜到就不是那麼好 哈哈哈哈 那說給你聽 下一句就是暗號 就是剛才說一句英文 那之後呢 黃林福也有認出的 在疫人程序裡面 都認出 這一宗案 部分的被告呢 就是當時所謂的共犯 就是和他一起著草的鹽田十二 那再說回 剛才所說呢 那些人的什麼化名呢 什麼廢宗啊 恩典啊 恩仔啊 幫緊里啊 那些呢 有機會啊 這些名字呢 原來就是 這個我估計啊 那些什麼黃國彤啊 什麼清姐啊 之前呢 不是拘捕了一堆的呢 九個監禁 會不會就是這些人呢 幫他們的化名來呢 不會是鄧啟然扮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化身嗎 一講幾部手機 是呀 老千曲來的 我不知道啊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不是就是喬英如和鄧啟然兩個是有腦 是不是 兩個搞天仙局出來 就專門招攬 夫妻當啊 就搞這些呢 十五萬 著草套餐 如果呢 沒有錢的 打個電話 試試找一下有沒有家長 夾到十五萬給你 給你 然後你再給我們 那你就有錢著草了 去到拿了一些文件 然後準備好一些東西 台灣方面呢 就有誰誰來匯合你的了 然後打燈 三長兩短 再講這個暗號 那就行了 會不會這樣呢 原來兩個專門 是引人這樣的 如果是 因為 我們之前看過一件事 很搞笑的 就是在內地 在淘寶買了一個橡皮艇 這個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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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這幫人那個 視野有些問題 就是太過不信淘寶貨 如果他們信淘寶貨 可能已經逃走了 淘寶寄到家裡 接著整個橡皮艇 當晚立刻下海 接著在水中央 逃回一天左右 那就到台灣了 一上岸就被人嚇壞了 是 不過你這樣說 12個人坐這些難民船 就是被人抓到的機會實在太高了 是 實在太高了 就是它太張揚了 12個人 太容易被人跟到 我們還要計算 又要安全屋 給他們住一晚 又說誰駕駛什麼車去 你計算什麼駕駛 那樣 其實 不單止12個人 加起來 二十幾三十個人 都不頂的 是嗎? 連一些黃國彤 古靈精怪 後來大家都知道 還有肥佬禮 你說這壹事 再爆下去 一定還有更加多東西爆 這次爆的 不是爆料 也是那些人 那些謊話 就爆破 什麼定譯機啊 什麼合謀啊 什麼拖他們出海啊 又是這樣那樣 又說去到哪裏就會抓到他 完全不是這回事啊 又說早有預謀啊 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謊話來的 沒有的 好 我們今節先來到這裡 希望這個黃林福 能夠在教導所裏面 好好學習 好好重新做人 都很擔心你 出來還是這麼瘋的 希望不要 我們正向一點想 哎呀 坐過十年 不要讓他出來 我們不要想這些 這些沒用的 政府養在小命裡 不好意思的 就是他們都要自力更生的 是啊 這樣會好些的 就是起碼社會上 多多個人 懂得沖奶茶、領茶、咖啡的 總好過多多一個 只是說要做火魔法師的人 是不是? 這次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